第一个问题是耶律达什提出来的 他说我有一个疑问 苏格兰启蒙思想对世界的影响这么大 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并没有怎么提到 我还查看了一下日本的教科书 讲的也很少 这算不算是教育上的一个趋势呢 在我们学过的其他科目中 是不是还有很多同样的例子存在呢 也就是很重要 但是学校教的很少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了 我想可能有以下四个原因 首先法国启蒙运动确实影响更大 它和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革命挂上了钩 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 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联系是天然的 对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则是思想上的 因为美国建国的国父们深受卢梭社会契约论 和孟德斯鳩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 其次苏格兰启蒙运动 在构建未来社会的颠覆性方面 远不如法国启蒙运动显著 它更多是润物细无声的 从人的内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变革社会 和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 苏格兰启蒙运动并不反对教会 不反对现有的政治制度 因此当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武器 来砸烂旧世界的时候 它显然是不适用的 而法国启蒙运动的气质非常鲜明 对于革命者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 特别是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 欧洲总的来讲 是从神权社会 宗法社会 向世俗社会过渡 法国启蒙运动 对旧制度和宗教的批判 切合了这个过程 第三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 对欧陆历史和文化的重视 要远远超过 对英美历史和文化的重视 比如在世界历史教科书 《关于近代的章节》里面 对英国和美国的描述笔墨相对偏少 对法国 意大利 德国 还有大航海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 都有浓墨重彩的描写 比如说 从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到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 这将近300年北美大陆的历史 很多世界史教科书中几乎是只字未提的 这给人的感觉就是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到美国诞生 好像是连续的 其实这中间隔了一个明朝的时间长度 很多人并不明白 为什么会突然冒出华盛顿 杰斐逊和富兰克林这些人 所以大家不仅是不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 对于大宪章 亨利巴士宗教改革 美国制宪会议等等 了解的也很少 最后 直到四五十年前 写历史书的人 还都比较喜欢写英雄和伟人的历史 像修摩 哈齐森 亚当斯密这些思想家 比起凯撒 拿破仑 华盛顿这些人 可以说是位不高 全不重 在过去的历史书中 也常常被忽略 我比较在意文明史 因此刻意把它们拿出来讲 你可以根据我介绍的内容 自行判断这些思想者 对历史的贡献到底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 JFTUHIO提出来的 他说作为艺术生 自我感觉 以前自己关注的问题都太窄了 对社会上其他行业 专业都所知甚少 近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反而有时间在家搞清楚一些 看似不务正业的事情 比如说我最近在听 德道推出的中层管理的课 然后去问父母 到底中层领导的定义是什么 有没有普遍的标准 然后他们给我的答案 基本上都是具体情况 具体看待 没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划定方式 延伸出来的问题 就是我开始好奇 这个社会上有多少种不同的机构 相应又有多少完全不同的运营方式 或者说生存方式 学校 医院 国企 民企 事业单位 贸易公司等等等等 我发现自己完全想象不出这么一个社会各种机构的全景图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这位同学问了一个大家没有太关注 但其实绝大部分人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什么叫中层领导 这其实首先要看你如何定义一个组织 比如我们讲一个公司 里面的管理层从上到下 可以简单分为这么一些层次 CEO和副总裁 再往下是总监 经理 一线员工 按这个划分 CEO和副总裁就是高层管理者 总监就是中层管理者 经理就是基层管理者 但是如果我们把公司放大到一个集团公司 那么集团公司顶尖的十几个人才能算是高层 下属公司的CEO和副总裁就只能算中层了 类似的 在一个政府机构里 如果你把省当做一个机构 政府省长和书记们就是高层 地市的一把手就只能算中层了 但是如果在一个市里 政府市长和书记就是高层 各个厅局长就是中层 总的来讲 高层领导更多属于领袖 他们的任务是决策 中层更多的是有管理任务的专业人士 或者叫做技术专家 他们的任务是将政策落地 带领团队完成执行 第三个问题是图立文提出来的 他说请教吴军老师两个问题 期待您能回复 谢谢 第一个问题 老师提到未来虚拟经济和服务业 占的比重超过实体经济 这是否等同于通常所讲的 一个国家地区经济越发达 第三产业的比重就越大呢 第二个问题 大陆消费电子通信行业的制造业 近十几二十年会萎缩吗 对非核心技术岗位从业人员的未来职业发展规划 应该考虑或者说注意什么呢 这两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聊 首先我们都知道 人在衣食住行上能消费的物品是有限的 经济增长了 你也不可能一天吃五顿饭 每天换三套衣服 因此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的发展很容易遇到天花板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 换句话说 任何国家只要解决了温饱问题 第一产业基本上就遇到了天花板 实现了小康 传统第二产业也就发展到头了 以后经济再增长 大部分只能靠第三产业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越发达 第三产业的占比越高 其次 看一个产业十几二十年内有没有前途 主要要对比它的发展速度 和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 如果前者超过后者 就是有前途的 这样看来 消费电子业在全球范围来讲 增长速度并不比GDP增长更快 而通信产业 特别是通信服务业 增长速度则超过了全球GDP的增长 第四个问题是段亚南提出来的 他说请问吴军老师 对于现在的老师来说 应该怎么提升竞争力 适应未来在线教育模式的挑战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在线教育 对现在老师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看到 在线教育对于提升老师的水平是有帮助的 很多人一说到在线教育 就想到学生们不用到课堂上课 可以去听在线的课程 其实在线教育的受众 不仅可以是学生 也可以是老师 老师的水平也需要提高 而且可以通过在线教育做到这一点 每一位有追求的老师 都应该通过在线教育 学习其他老师的教学经验和讲课艺术 其次就是在线教育对现在很多老师的挑战了 到目前为止 在单纯的课堂讲授这个任务上 在线教育是最容易取代传统教育模式的 但是要在传道解惑方面满足学生的要求 在线教育就出现劣势了 换句话说 在育人这件事情上 在线教育是不擅长的 因此如果一个老师只是满足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让他们考一个好分数 他将来的工作就很容易受到挑战 但如果一个老师能够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指导他们成长 那么他的工作就难以被在线教育所取代 第五个问题是刘延提出来的 他说吴军老师你好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几乎所有老师都推荐我们投资指数基金 那么买指数基金定投是完美的稳赚不亏吗 既然这个方法如此完美 为什么这个方法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呢 如果真的所有人都买了指数基金 又将会是怎么样的场景呢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很多同学其实也有类似的疑问 首先要讲的是 所谓指数基金定投稳定赚钱 是有两个条件的 第一个就是时间要足够长 你如果打算在三年后退休 现在开始买指数基金 未必能保证三年以后 它的回报是正的 如果赶上特别倒霉的时期 指数基金定投挣到钱 所需要的时间会特别长 比如说在1929年大销条前 买了道琼斯指数 需要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能挣回来 如果你打算在这30年间退休 情况就不太美妙了 第二个条件是 所投资的市场需要有稳定的经济增长 并且要对投资有法律保障 比如日本在上世纪末 股市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 但是随后的10年 它的经济增长近乎为零 最近10年也不快 因此日本股市这20年回报都不算好 人们通常拿美国的股市为例 来说明指数基金定投的好处 那是因为美国经济基本上按10年一个周期 不断在增长 虽然涨幅不高 但是稳定性很好 如果你换到其他国家 虽然这样投资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但涨幅其实有限 因为他们的股市整体没有什么成长 其次就来回答 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会采用这个方法 这是今天要谈的重点 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是过分乐观的 对自己的潜力则估计不足 能力是今天你做事情的本事 潜力是你在未来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事情 表现在投资上 几乎每一个散户都认定自己能够跑赢大盘 并且能够打败那些专业的投资人士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虽然明白股指基金的道理 很多人却不会去采用 平时你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 你和某个人说理怎么也说不通 这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 也不是他不明白你的道理 而是他属于那个你永远也叫不醒的装睡的人 因此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人 千万不要试图去说服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不听你的 投资也是如此 很多人已经选择了要自己做 就会认定这个选择 可以再多说几句 关于能力和潜力 这二者之间隔着三道观 知识储备 认知水平和见识 还有做人的态度 仅仅越过了一道观还不够 要这三道观都越过去 人的潜力才能更加充分的发挥出来 知识储备可以通过教育来完成 认知水平和见识 要跟着粮食易友 自己有意识的不断提升 至于做人的态度 小时候家长和老师的影响就很大了 我们可以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 尽量的提升自己 以实现自己的潜力 最后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封信再见